只要能顺利签约 他敢什么都愿意 可以啊你 为了他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男人送女人口红 是一种很暧昧的行为吗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商业行为 什么意思 我要推广的新品是口红 到时候再送你们一打 管购 其实口红也没什么 现在不是好多男明星 都在代言口红吗 但他是一个对时尚圈 毫无感知力 对华专品一窍不通的愣头青 以他的性格他是肯定不会接的 但是只要我开口了 他一定不会让我难做 你现在是在显摆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商务对他来说 虽然说有帮助 但是他一定是为了我才接的 然后现在又凭空出了一个口红 反正合同已经签了 他没有回头过 你的意思是 他还不知道 你已经知道了 我推广的新品是口红 当然了 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不会让我接的 不管我表现得有多愿意 他都不会接 那 你串通了你老板 你俩赌团忽悠是不是 只要能顺利签约 他干什么都愿意 可以啊你 为了他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有一种 很对不起他的感觉 好像是欠了他很多 怎么还都还不完 你不欠他什么 他帮你升职加薪 你祝他名利双双啊 一个女人 对一个男人的爱 往往是从愧疚开始的 等他来找你的时候 你就死活不答应 到了最后关头 含泪答应 一切都是为了他 他要知道的话生气吗 我理解了吧 没办法 我潜伏了这么多年 直接挑明怕把他吓跑 继续隐藏呢 又怕他跟别人跑 只能伤点小手大了 一开始他突然出现 我觉得那个麻烦警友回来了 可是越往后相处 我越觉得 无论是在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 一直都是他在照顾我 迁就我 甚至委屈自己来成全我 原来一直惹麻烦的那个人 不是他 是我 你放心 老天爷不会一直善待你 到了你受之有愧的那一天 他就会毫不留情地要过去 所以啊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他给你什么你就收着 反正迟早是要还的 不如趁现在多宅一点 省得到时候 一无所用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吃饭了吗 嗯 合同已经签完了 我知道 恭喜啊 你要推广的是口红 宣传照和广告片都没什么 唯一就是有一次落地活动 需要你和品牌方 还有现场的消费者做一些互动 可能需要你了解一些口红的相关知识 还有具体的涂抹手法 需要你现场帮他们 抹一抹 不过没关系 还有时间 我可以教你 好 你答应了 不然呢 委约金这么高我可配不起 那接下来我这个对时尚圈毫无兴趣 对化妆品跟着一窍不通的论投情 就拜托林老师吧 嗯 嗯 这世界很酷 都比优独 ops 都比优独